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学生的上课的资讯之中 让他们在求职的时候 也把这些所需要的技能跟知识 可以好好的应用 那透过连结 我们和业界有非常多的直接互动 包含我们邀请他直接来我们学校这边做分享 那分别是来自于不同的产业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连结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好好的去学习 如何使用AI 以及知道去准备这个碳排净灵所需要的证兆 之后再去内省 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它 然后提升自己的求职竞争力 那课程的重点包含了 我们一开始就会先从个案的部分 来讨论什么叫职场伦理 那再来就是我们来探究他们的个人的优势 还有个人的特色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透过使用学习单 我的公寓里面来反思自己的人格特质 我们放在地基的地方 然后呢楼层呢可能分为两楼层跟三楼层 然后透过自己对自己的知识技能的盘点 来决定在这些楼层当中 他的房间的大小 房间越大代表自己的能力或技能 这块是越强的 那在屋顶的部分呢就是斜杠人身的地方 到底他的斜杠要到哪里去 还需要什么 所以呢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单 我们做了个人的求职特色 以及自己的优势的盘点 那么也透过不同的测验评量 像是CCN以及UCAN的部分 来知道自己的工作兴趣 那还有就是很重要的职场潜规则 跟劳工的权益 那也透过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职场业师的分享 了解到到底哪一些是要注意的事项 在与AI的距离的部分呢 我们分别有一个来自于业界 以及来自国家教育学院的两位来分享 如何在AI的应用到学习上 以及来求职的资讯的工作来源 做一个分享 那么呢在国家政策下的求职契机呢 我们讨论是碳排禁灵 这个2050年即将要做到碳排禁灵这件事情 到底跟我们所有这些大学生 以及要即将毕业的求职者 会有什么样的连结 在了解这些之后 我们再来优化我们的求职的履历表 还有自传的部分 那透过与AI的互动 利用AI的这样的一个力气 来做模拟面试 最后呢在学期结束之前 我们会花了两三小时的时间 来看看自己在这一学期的 学习的成果解惑 并透过三张A4纸的分享 来告诉我们 你怎么样来看自己的学习历程 以上就是这个课程的简介 谢谢